Hallelujah, 感謝主 其實我很感恩 因為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在奉獻的一些見證 其實我從來都沒有想過 我可以在奉獻上講見證 首先講一下 其實我是一個很厚厚地經歷主的人 我在很年輕的時候已經相信主 很多大英姊妹看著我長大 看著我成家立室 現在有兒女 我在教會認識我的太太 我形容我的太太就是 她是一個美貌與智慧榮仲的人 稍後再加以解釋 一點都沒有錯的形容 我們一起建立家庭 現在有一個六歲大的女兒 一個四歲大的兒子 她們非常活潑可愛 臣不僅祝福我建立了我的家庭 並且祝福我有好的工作 我現在在做的工作 是很多人都慕名以求進入的工作 就是我是一個工務員 要考進入我的工作 你當作是大約幾萬人 就有一千人就考中了 你大約計算一下機會 看看怎樣 很多人考不到的 但我就考到 經歷主的帶領 還有一件事 就是其實我不僅僅有好的工作 有家庭 並且我居住的地方 也是很大經歷神的帶領 我住在一個地方 就是很多人慕名以求抽中的公屋 公屋不僅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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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能乘搭地鐵 我從我家回到公司的路程 由我出門口坐下 只是40分鐘而已 很大很大的經歷 我隔壁的同事 經常都說很羨慕我生命 我心想當然是因為我相信主 非常感恩 但是如果要實質去運作一個四人的家庭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運作過 我一個人賺錢 四個人花錢 我太太是全職的主婦 其實對我來說 在生活的開始等各方面都已經不容易 很多時候 特別是我當我結婚建立了家庭的時候 我的十一奉獻真的非常不忠心 因為其實我自己真的除了日常的生活開始 我基本上都給我太太做家庭 當然我很嘗試揭力去做十一奉獻 我試過很多次 我神這麼早 一出糧已經禁定錢 我打算今個月一定奉獻到 但是後來也不知道花了去哪裡 我一直都很難去做十一奉獻 直至到 由我組織家庭開始到現在 大約六年的時間 我一直都覺得自己很不忠心 直至今年的三月份 我太太被神感動她做一個 我覺得真的很離譜的奉獻 就是 神感動她將 她家庭的四成 做一個奉獻 怎麼搞的 真的 我普通做十一奉獻 已經覺得很困難 你還要將我給你拿來洗 即是在菊企家庭裡面四成 拿去做奉獻 我想說是 由三月到現在都沒有停過 對我來說我真的100個問題 100個問號 更加逼迫 令驅使我逼迫到 有一個的討告 大家都相信 回到教會很久 或者聽到 每次奉獻都很流行說一句聖經 就是 你們要將你們當立的十分之一 擺在神的手裡 以此事事神 是不是可以 開拒在天上的倉庫 以至你可以無處可容 對我來說 這句聖經是遙不可及的 為什麼呢? 剛才說的 我是一個公務員 公務員很好 出糧很準的 但他出的糧 永遠都是這麼準的 他不會 他不會有花紅 也不會有商量 我聽過很多大英姊妹的見證 奉獻了之後 有商量 有花紅 實在沒有我份 我也是普通的公務員 我不僅下一個月出的一千兩 甚至乎十年之後 我出的幾千兩 我都計算得到 主要我如何經歷你呢? 我突然間靈機一觸 如果我升職 那就有機會經歷你 因為如果我現在升職的話 我每個月的收入 就是多一萬元 我朝著這個升職的路向去發展 就是很竭力地在工作上 表現自己等等 其實都是做本分的 我的工作是這樣 直到今年七月份 我的上司跟我說 我工作的一個評估報告 他的報告是這麼跟我說的 他說 波瓦斯 很多人以前升職 要用二十年時間 但最近有些消息說 八年已經升到了 我在那裡 政府工作了已經六年的時間 那我就在叫糊 我心想就是這樣 當我很慶高採裂回到我位子的時候 神很大的說話要跟我說 我是在公司註冊處工作的 我的工作性質就是 要對很多不同公司的文件 我要看到很多不同公司的名字 千奇百怪什麼都有 但我從來都沒看過一個這樣的公司的名字 公司的名字就是 你們要先求他的國和他的意 這些東西都要加給你們的有限公司 我們給點掌聲好嗎 我從來都沒想過我在工作的環境裡面 會經歷著神的話語的提醒 我聽到這段神的話語的時候 第一個反應跟大家都差不多 哇,這麼幽默,記住你 之後 我再回顧自己的生命 神說其實 我一直在追求的東西都是錯的 在我最困苦的時間裡面 我很多跟別人的比較 很多我身邊的朋友 同學 同學 舊同學 他們全部買車買樓 我就 你知道嗎 我的戶口長期都是沒有錢的 我很怕 按戶口 按完錢之後 按查詢結譽及取卡的按鈕 因為我不想讓別人知道我戶口有多少錢 我通常只按取卡 快點拿走就算了 很多跟別人比較 但是神若我 有機會可以回應主的國和主的義 同樣地是七月份 也是我們建堂奉獻的第一利路 我剛才也跟大家說 我十一奉獻已經艱難 還要走第一利路 已經開始有點辛苦了 阿星說 有點辛苦 於是 因為神這麼大的話語 跟我說 我不敢不走第一利路 對吧 如果你還敢不走第一利路 你也相信 你日子也很難過了之後 我相信 我決定走第一利路的奉獻 但是 我發覺 去到第二利路的奉獻 我的心態有點不同 原因就是 當我知道要走第二利路的時候 我發覺我不是痛苦 我覺得我是要這樣去做的 原因就是 神的恩典救我用 我在這裡很想跟大家說一下 神怎麼樣來經歷我 經歷祂的祝福 雖然我是沒有商量 沒有花紅 但是公務員有一件事叫做 OT會補水 那 OT補水的制度 其實如果你超過了六十個小時 即是那個月超過了六十個小時 然後你的上司就要寫給上司的上司 這樣就要批核 這樣 在最近這六個月 我OT的時數 是簡直是 我已經超過了 我原本 原本要六十個小時以上 我稍後會公佈給大家聽 並且我老闆是要求我們的同事 你快點OT吧 有很多事情可以做 並且我很想在這裡說一下 我現在OT的時薪 因為我想更加具體告訴大家 神怎麼樣祝福我 我OT的時薪 大約是多於這個數 大約130元一個小時 我怕我不記得神的恩典 所以我在這裡跟大家說一下 在三月份 我OT了六十一個小時 在四月份 我OT了一百零二小時 在五月份 我OT了八十一個小時 在六月份 我OT了八十七小時 在八月份 我OT了四十五小時 在八月份 我OT了四十五小時 八月份 不是因為沒有公開 是因為我 舉家要去台灣旅行 所以我 我整家就去了旅行 神不單止養我 大家回顧時間就是 當我太太 做她家用的四十百分之四十的奉獻 神就從那個月開始 直到現在 今天我都是OT完之後才回來 從那時候開始 神就很順實地回應 她跟我們說的話 就是 當我們做好我們的本分的時候 神要將她的倉庫開啟 並且無處可用 在接下來的星期 我會去到美國的一個特會 一個轉化的特會 其實我沒有想過去 因為 我覺得沒有錢 為什麼要去特會 但是神一步一步開啟 神的國話給我聽 就是讓我這樣經歷奉獻 一個祝福 在最後 我很想跟大家說一件事 到了今天 今天 我的戶口 都是沒有錢的 但我今天 不再像以前一樣 因為我今天問心無愧 我不會再跟別人比較 我自己有多差 因為我今天知道 我在自己的家裡 我做盡了 我在神的家裡 我也做盡了 所以很想 很想把我所經歷的 神感動我的靈 雙倍感動你們 很想把我所經歷的 更加雙倍的祝福給大家 我見證到這裡 多謝大家 祝福大家 Hello Hello 大家好 我是激祖的Patrick 為什麼我們會參加 《基癲300》的計劃 因為 其實我看到 神是祝福我們很多的 可能以前的我 就不會說 看到這些奉獻風 我就很害怕了 每個星期 每個月的時候 看到這些 但之後我就開始 硬著頭皮去做 但覺得 原來真的 遠遠超乎 我付出的 我就很期待 每個月的奉獻的時候 我就預備了金錢 於是《基癲300》的計劃 我也不只說 就是機會來了 是的 祝福大家 謝謝 感謝主 我是激祖的Anna 在《基癲300》的時候 我們也有做了一個很少的奉獻 但是神也有很大的祝福 尤其是在工作 神是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祝福 在即日神就讓我看到祂的榮耀 所以 M記一叫我們 再出來 帶著寶寶 做奉獻的時候 叫人們做奉獻的時候 我們就立刻答應了 因為你少少付出的金錢 神也有這麼大的祝福 如果你再出少少免力的時候 神的祝福就更加大了 你想不想要這些祝福呢 所以我在這裡呼籲 未做基癲300的一定要做 因為你不要想你之前給了多少 你不要想接下來要用多少錢 你只要想 這一刻教會需要你給這塊錢 所以一定要奉獻 你會得到的祝福是很大的 所以你要以此事事神 是不是呢 打開天上的倉庫 慶福於你 感謝主 好 感謝主 我是UBC 直政區V1組的Emily 就是Anky的太太 今天其實 為何會 Emky一叫我們的時候 其實我一生完的時候 我經常都想 何時就會出來去服侍 但一直都是想的 直至Emily叫我的時候 剛剛好是這個機會 我那天就帶著寶寶 一起去服侍 我一直很記得 Ginette說過 她那時候生了寶寶之後 也是帶著寶寶 去做照顧 招待 我一直都覺得 對呀 招待其實 都可以抱著她 一起去做 所以那天 我們接著這個 基典300的時候 就藉著這個機會去參與 剛剛說 我們可以試試 神給我們的祝福有多少 其實真的很多 其實我一開始 其實八謙一直睡覺都不好 但是 因為那天Emily就說 不如你們早點到 其實我心裡有想 糟了 因為其實她每晚都差不多一個小時 哭一次 然後又失淚了 哭又失哭又失哭 其實我們每天早上的對話 都是 你昨天是不是沒有睡過 但是很奇妙 就是 星期六晚 我們答應完之後 星期日我們要服侍 星期日晚 她那天晚上 是從頭睡到尾 沒有吵過 我覺得這就是神兵我們很大的恩殿 今天 感謝主 之前就是健康奉獻 就擺上一個奉獻 一開始我就是擺上一個 五位數字的一次性奉獻 以及每個月分期三位數字的奉獻 但是因為自從基典300之後 我就將每個月三位數字 增加到四位數字的每個月奉獻 但是當作了這個決定 那幾天突然有一天下班 我收稅局的一個封信 通常她叫你交稅 今次竟然退稅 總金額是我奉獻的兩倍再多 61元 我覺得神很厲害 所以大家想有這個祝福 就鼓勵大家一起去參與奉獻 另外有一點感恩的事 就是學校裡面去經歷神 即是學校裡面 接下來會跟一個封信的機構 去進入我們學校裡面 可以去做一個領袖訓練的培訓 並且可以接觸八家學校 四十幾個學生 透過這四十幾個學生 去祝福八家學校的學生 去做一個祝福的行動和領袖培訓 即是這個是神的恩典 我也是很鼓勵大家 去擺上一個奉獻的心 去以心見家 以及我們小組 剛才說過有iPad 還有一些不同的物品 在外面賣 那個大兄經歷了 在公司抽獎 拿了iPad 奉獻出來去賣 而我家裡 又沒有什麼新的東西可以賣 昨晚十二點多 突然想過遊戲 跟大家玩一下 作這個移賣 其實就是 我帶了一部 日本直送的一個抽獎機回來 你只要給五元 就可以抽一次 二十元就可以抽五次 如果你抽中 黃色和紅色的吹波膠 你就可以得到 Ironman的LEGO一隻 如果你抽中藍色的吹波膠 更厲害 你就可以得到 由日本直送的珍貴吹波膠一粒 以及神無限的祝福 所以 大家完了 記得出去玩遊戲 以及去義賣 多謝各位